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青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千锋政治台》 我是Samuel D 最近在中华民国体制内的大选 在2014即将展开七合一的选举 这里面有一个美港 初选 不管是在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或是台联 亲民党等等 这个初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以前在绿营里面会发现到 初选弄不好的话是党内开始内斗 开始在选举的时候不团结 那如何来看初选这里面有美港 今天我们棚内邀请到了李沐通博士 来跟大家分析初选 李沐通博士目前他自己经营一个媒体 叫做美洲台湾日报 这是在我们台北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主流媒体 他平常对台湾的政治也非常的关心 他曾经还胜任过小英后援会的会长 所以他对政治的这些投入非常深入 他竟跟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往也非常频繁 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如何看初选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何来2014来先了解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请李沐通博士来跟我们做一些解析 神白你好 主持人好 感谢感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如何看初选这面自己在哪里 拜托就要解释一下 我想初选最有看头的就是台北市新北市 现在的情形就是说五都嘛 五都现在南宁占三都 然后绿园占两都就是高雄和台南 南宁的三都就是台北市新北市 和台中市 现在还加一个桃园县也是并做五都之一 所以南宁就有四都 绿园两都 绿园假如能够多攻占一都 他就胜利了 那假如说攻不过的话 那算失败 所以看就是要从这边看 那有个赢一都就算赢 对对对 多赢一都就算赢 那所以现在绿园的两都 台南跟高雄非常枯固 就稳 非常稳固 那南宁这边呢 新北市台北市 跟桃园市是他们的天下 然后也是相对的稳固 台中上次只差了几万票 所以台中是避震之地 只要绿园能够把台中拿下来 那绿园就赢了 那初选不要怎么看 因为以前初选很像 以前我们惨痛经验的 初选弄不好 这样伤和气 团结力量就衰竟了 你是怎么看初选 还是他就把他算 他要来算2026 2026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因为他如果是算新北市 他就不可能投入2016 那我现在都会打菜 最近他讲一句话 新北市他选不选 他讲了才算 他越战共和不算 这句话你怎么分析 因为现在有人要共语出来 宣台北市 那男影的很奇怪 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马英九他的算盘 然后跟朱立伦的算盘 不一定一样 他们两个都在算算算 但是不一定一样 马英九的算盘是朱立伦继续 去连任新北市长 他2016没有啊 对 2016马英九 另有几 他另有人 可能是吴敦毅 因为吴敦毅比较听话 所以他希望说 有人继承的话 比较听话的人来继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新北市不能垮 只要朱立伦在新北市 在那边继续竞选的话 对马英九来说 他犯下了一个重担子 因为新北市 就让朱立伦去选 他也不要去担心 他的资源啊 他的什么 他都不用担心 朱立伦自己会去弄 那他可以把重兵 把这个资源放在台中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但我请教你 侯友谊箭暴率 越来越管 他也到处跑场子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朱立伦 他实在不想选 他要把侯友谊推上去 让侯友谊去选 对 所以两个人在那边角力 两个人在那边角力 但是现在出了一个陈明毅 陈明毅 我对他印象很差 杀出一个陈咬金 那陈明毅出来的话 对就是增加的复杂 使这个情势整个复杂化了 侯友谊跟陈明毅家 他们去竞争初选的话 不一定侯友谊能够上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两边的选民都非常聪明 立援的人会去办复陈明毅 对不对 那一下子陈明毅的民调高起来了 因为陈明毅在很多talk show里面 都是当年丑角的部分 对 不是说主要的talk show 你看不久前 那个曾鸿宇去 就是昨天前天 曾鸿宇去找陈明毅 来他的新闻看透透啊 他也在捧陈明毅啊 郑鸿宇就是帮忙帮陈明毅来搅局啊 在搅局 所以这个很精彩 那在台北市方面就是 连胜文想选 但是马英九不想让他选 那要怎么样把他堵住 不让他选 这个就是看马英九有什么办法 那有一招很厉害的一招 就是把朱立伦拿到台北市来选 那这下子就是朱立伦他也不能去选总统 连胜文也选不上了 那这个策略对马英九来说是100% 但是这全盈的政策 所以朱立伦才说 我说才算 你们不要在那边乱拆 他不可能去全塞台北市长 这句话是讲给马英九听的 还是要讲给很多人 讲给所有的人听 就不要再猜测了 我就我讲的才算 你们其他谁讲的都不算 那这样连胜文现在目前在蓝营里面 很像民调最高的一个人 对 那这样马英九有什么方法去拒绝 这种民调的取向 你的看法 这个大家来观察 我没有什么特别看 大家来看看马英九 或是金小刀有什么本免去 去读这个连胜文 我想他们很后悔说 上次那个医科指导没有把它结束掉 怪客问题也做起来 有讲起来 这是他姐姐发生的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他下手的第一步 很多地方 我们看来都有这种痕迹 内多的痕迹 这里报个料 那边报个料 早不报晚不报 对 对 很多事情我们绿营的 没办法去拿到的资料 但是他们还可以拿到 他们可以报出来 那蓝营初选也很多有看头 有看头 所以我们台北人要怎么看蓝营 先看蓝营 我们台北人要怎么看蓝营 角度怎么切入 台北人 我想是说 就是支持民进兰的候选人 台北人就是在初选不要接入 真的不要接入 尤其是民进兰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蓝营好不 蓝营的话 我们台北人就是看热闹的候 照你刚才讲的逻辑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 分析像下棋 下棋一样干嘛 卡你一个 好我们回过来看蓝营 请你分析一下 我们台北人想要看蓝营 第一个 不要插手 有意思说不要打电话 不要打电话回台湾 绿营 刚刚讲过 五都里面两都相当稳定 那最重要就是台中 台中 我看到一种情形不是很好 就是派系介入初选 派系 又来了 派系介入初选 你可不可以讲明白一点 好 你可不可以讲哪个派系 我想 因为我都不懂 我想大家心思肚明 我就不要讲那么明了 好 那个派系参加介入有什么不好 假设派系很小的话 这个绿营就是说 我讲过这个绿营的领导层 就是说失败的 民进党的领导层就几年来都是失败的 那里面有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派系恶搞 派系恶搞 所谓恶搞就是会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联络国民党打自己的人 三次我讲过 那怎么算利盈呢 对啊 所以派系恶搞是一个隐忧 那我们利盈的人 就是说我们海外乡亲 不要介入民进党的初选 因为介入的话 我们在这个初选 他们那边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 为了初选就是搞得不和啊 搞得不团结啊 都是因为很多都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初选的关系 那假如我们也介入的话 把那个东西都复杂化 而且把那些气氛带来这边 我们这边也对立起来 我们海外也对立起来 那就非常不好 我们海外遵守一个言解是 初选不介入 那我们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 为什么要支持民进党候选人 因为民进党候选人 因为民进党候选人 再坏再坏也比国民党候选人 好害几倍 对对对对 同意 那这我曾经听过这边的一个 算是民进党的代表 我跟我说 台湾的民进党来到美国 就是这些只是要钱而已 但是有什么疫情要反应的时候 很像他们都不太愿意听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台北人对他们初选 揭露也是 刚才这样说起来也是不好啊 怎么会谈到说 其实我们在出钱出意的时候 我们要抱一个理念 就是说我们纯粹奉献 纯粹帮助 我们是帮助 我们是帮助台湾 我们是奉献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出一点钱 就去左右人家的 他们在那边在做的事情 他们那边已经非常复杂了 我们再去弄的话 实在是把这个情形更复杂了 那在台北人这边干部 因为台湾派系而分到说 我们台北人也分派系 曾经有这个例子 不一定是派系 很多就是在初选的时候 就开始说 哪一个候选人不好 他出现的话我不选他 或者说某一个候选人不好 他出现的话 他一定选不过国民党的人 这样就是自己先内乱了 那怎么一次对外呢 我想这个情形你都看过 你都听过了 那现在回头来讲台中市 你刚才讲到派系恶搞 你很隐忧嘛 那出这个还没有其他的因素 像台中这一块领域 你说台中 台中 台中相对 台中相对 你很隐忧的嘛 台中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单纯 甚至算单纯 除了派系以外没有什么 就是现在只有两个人在竞选嘛 就比较单纯 那台北市就複雜的要命 来讲台北 台北就是怎么样化解这个柯文哲 这种现象 你说是化解喔 还是说让这个现象变成民进党的力量 就化解是化掉解决掉 还是说化掉变成自己的 当然能够变成自己的力量最好啦 但是我目前的情形看就是 不要伤到民进党已经是好的了 哇 千万你这么说很隐忧 就说 新北市跟台北市 要有一个牵制的作用 就是把国民党的大军 牵制在新北台北 上一次选举就这样啊 苏貞昌跟蔡英文 把国民党的大军 就是牵制在这两个地方啊 他们差一点就台中就输了 只要没有那一颗子弹 台中他们就输了 对 对 所以新北跟台北看起来是不重要 但是也是很重要 看就是 就是输的话 你也要把他们的大军牵制在那边 那这样蓝军会不会反牵制绿军 叫绿军在新北市拼到要死 那台中就会比较负劣 会不会反牵制 我想绿营的人很清楚啦 台中比较有可能赢 他们的主力也放在台中 他们能够反牵制就是说 在高雄在台南那边 民进党的后方放火 放废啊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个力量 高雄跟台南是相当稳 所以民进党的大军可以集中在中台湾 所谓中台湾就是中张头 这三个地方非常重要 那我们现在回来讲新北市跟台北市 那现在民进党初选还没开始嘛 那现在烟消炉也很浓厚 那负面的攻击 很像明映约约很像都看得到的 那你这个观察来看 现在苏贞昌所面临的问题 要怎么样方法来做 你认为是最恰当的 苏贞昌我认为也不一定是苏贞昌 所以就是民进党的这些 这些领导人应该要有万大的胸进 能够海纳百川 就是把科文者的力量吸进来 那怎么样吸进来 就是要看这个民进党怎么做了 就是不要把科文者拒绝在外 你要他日党 这是天经地义 没有说他不日党 然后代表民进党选举 这个不可能也不对 那怎么样让他进来 他又可以参加书权 这个是我想民进党应该做的事情 郑白请教你 那讲起来就是海纳百川 对 但问题是现在民进党内部 假如有很多派系的话 比如说李秀莲女士她会提出说 这个党不能够因人而除掉那些原则 这事情也出来啊 那要海纳百川要怎么纳法呢 因为那么多不同意见 会不会因为纳掉这个时候 那个就反掉了 在民进党的选举机制里面 有个叫征召 就说在困难地区他可以征召 他不一定要照民进党的规则走 他可以走 就有很大的弹性了 那应该是这样做才对 就说让他进来参加书权 他输了他就是太有甘愿 那征召的标准起来 征召的标准以什么为界定 征召的标准 该以民调 征召的标准就是说 要算的人都进来 不一定有两年条款 然后你先是交出民进党 然后做出选这样 那我意思是说是以民进党 党主席的主观一致为主 还是以主观民调为主 还是有一套机制 他们多有一个委员会在处理这些东西 是属于委员会 对对对对 比如说台北市的提名委员会 全力在他那边 那几个人台北市 我不太清楚 这个我不太清楚 所以还是经过民主程序 对对对 其实刚刚一个人说的 算 像马英九这样 哇 算了就算了 民进党跟国民党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国民党出现的人 都是太子党 对哦 你看谁啊 谁不是啊 吴智阳啊 对对对 什么 什么 林胜文啊 甚至朱立仁啊 他月仗啊 对对对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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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跟中共一样 国民党跟跟跟共产党差不了多少 中共是大华民国 国民党中华民国 都不要讲你的民进党 是小华民国 这个都不是好事情啊 对对对对 所以说那个提名人选一个小组 对对对对 那我们台美人假如要去看的话 你刚才讲国民党那个有一个逻辑性 像下棋一样 那民进党呢 可以这样看说 卡水卡水 有那么严重吗 民进党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民进党不是一个人说的算 国民党为什么一个人说的算 因为他掌握的资源 全部国民党的资源 所谓资源就是党产 是是是 民党没钱嘛 那你看现在 在台中 他们不让胡志长选 但是胡志长就要选 那胡志长其实也不是要选 他们他就是要东西 他在那边说我要选我要选 但是马英九其实不要他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选的话就 就超过蒋介石的 最大叫做蒋公民 对啊 所以 让他选 有一个危险性 他可能会输 会输的 比年轻来选的话 更加可能性更高 所以他们不愿意胡志这样选 但是胡志 居然就赖在那边 我要选 他为什么赖在那边 他要东西 他要什么东西 他要检察院长 或者是考试院长 为他自己下一步 做打算 对 那有一个立法委员 他也宣布要选台中市长 有没有一个姓蔡的 最近 最近 他也不是真正要选 他宣布 我要选 他說武昌起义 他说我要选 他的口号是武昌起义 当然这个比例是很不对的 但是他也不是真正要选 他要什么 他要支援 我们台湾人怎么会知道 说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每天来看我们台湾日报网站 台湾日报网站 有很多分析 迷诈 迷诈 你天天看我们的影音广场 有很多政治评论 比如说新闻看透透 新闻追追追 这些政论节目 关键时刻也是很好看 就是说他们就会做分析 他们会分析给我们听 我们怎么知道说那些讯息是一丢 还是说故意放讯息做节目 当然放信息也有 但是我们就要判断了 自己要做一个判断说 这个说得对不对 合不合逻辑 我这样讲起来初选好算 我们看起来真的是热闹 对 这样看起来 我想初选 我们台美人应该是看热闹 这个热闹很好看 然后来看看台湾日报的分析 台湾日报 这个影音里面的一些分析 或者是台湾日报新闻里面 一些分析 然后我们更了解 我们不只看热闹也看门道 那这样的话你最好多出来讲一讲 哈哈哈哈 有机会 有机会 我们就讲 掌握到一手的 看美国是内行人 巷子 住在巷子里面 看美国 对对对对 你不住在巷子里面 看热闹而已 对对对对 看得更深入 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运作 这卡这个卡这个 对对对 获胜 尤其是国民党 国民党里面 紧获胜 你现在 你说金普通为什么跑回来 是什么 对啊 又放一个假消息 说什么 美国环保署署长 说什么要来台湾 但是美国官员 现在来台湾没有解禁啊 他怎么禁得来呢 我也想不出来 所以他们现在有两个说法 说金普通回来 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说 他回来是因为美国不爽 不爽 因为美国 国民党也醒来啊 对对 美国对马英九的做法不爽 尤其是东南防攻识别 对对对 他没有站在 跟日本跟美国的一条翻线 所以美国人非常不爽 这个可能性很高 可能性很高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 马英九现在在初学里面 这样这样 这样做一句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这些东西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美国 他马英九不知道怎么样去解 那就 就拜托小刀回来解 我想两个都有 两个 两个 两个成分都有啦 可能他回来也是美国人不爽 也是他回来帮帮马英九解套 好 那这个幕后消息立伍的席政 麻烦你多爆料一下 其实我讲的都不是幕后消息 都不是喔 我都是对台湾日报的 那个影音那些 那些名嘴在分析啊 对对 我的消息也都要来啊 所以大家多看的话 就会得到这些美港 听你讲很像更有趣啊 哈哈哈哈 我是把其中 比较重要的基点拿出来讲 好 感谢你喔 哪里哪里 各位相信各位朋友 内行人看闻道 外行人看闻道 假如你是外行人看闻道 也很棒 假如要看内行的话呢 就刚才照我们李慕东博士他讲的 找这条路 慢慢去看 你会看到很多细节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好 感谢 谢谢 感谢